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五章PLCQ基础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游标 游标在PLCQ中是一类特殊的数据类型 我们可以定义游标变量 那么游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游标的关键字叫做Cursor 好,游标 关键字Cursor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游标类型的变量 那这个游标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它放的其实是一个查询语句的结果集 它非常像一个数组 但是呢,更准确的说应该像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Cnect语句 查询语句的结果集中的一条记录 一条记录 好的,现在我们尝试着去声明一个游标 我们呢,可以在PLCQ块中去声明一个游标 Declare Cursor 然后是Cursor的名字 比方说Cursor E,Ace 好,Ace后面写什么呢 写一个查询语句 比方说EMP number 逗号 Elem from Emp 好,Begin And OK,现在我声明了一个游标 声明游标的语法就是Declare Cursor Cursor的名字 后面跟的是Ease关键字 Ease后面跟的是一个查询语句 好,不管是简单查询还是复杂查询 都OK,只要是查询语句就好 接下来这个查询语句执行的结果 会放到游标Cure里面 结果会放到这里面 游标其实就是存储一组数据的一个变量 那问题来了 既然会把这样的一个查询结果集 放到Cursor里面 那游标里面怎么去读取这些记录的值呢 游标的话 它其实是有指针的 这个指针可以向后 可以向后 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for语句 比方说for一个变量 假设是Rho Data 印Cure 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for语句呢 是印下限到上限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印一个游标 那么RhoData就是一个临时变量 临时变量去读取 Cure中的每一行记录 付给变量RhoData 好,Loop AndLoop 我先把这个结构写完整 接下来呢 DBMSOutput 点 Put None RhoData 点 EMP Lumber 连接上 一个空格 再连接上 RhoData 点 Elemore 好的 这个for语 循环语句 就是在便利游标中的每一行记录 每一行记录呢 都会付给一个变量叫RhoData 接下来 每复值一次 给RhoData 我就会输出RhoData的EMP Lumber和Elemore 紧接着再继续循环 OK 现在 执行一下 看一下输出 诶 果然输出了EMP表中的14条记录 好 这个就是游标的第一种用法 当然 请大家特别记住 游标的语法 是Declare Cursor Cursor的名字 Ease后面方的是一个查询语句 也就意味着这个查询语句的结果集 会放到游标变量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去变量 变利 游标 去查询它的每一行记录 接下来呢 我们将学习游标的第二种用法 当然 声明游标 它的做法是一样的 但是在使用游标的过程中呢 除了这种for loop之外 我们还可以打开游标 把游标的每一行记录取出来 再去读它的游标中的每一行数据的这种值 比方说EMP number或者是Elem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一段代码改装一下 Begin Open Open C-U-R-E Loop And Loop 因为我们要读取游标中的每一行记录 看来也只能使用循环了 只不过换了一种循环模式 用的是Loop And Loop 在Loop C-U-R-E C-U-R-E 百分号 Roh Type 声明一个变量叫做Rodata Rodata是游标的行类型 好的 Rodata的这个Rodata的这个Elem之前我得判定一下这个Rodata里面到底有没有数据 Exit Exit C-U-R-E 百分号 Not Found C-U-R-E 百分号Not Found 就是指没有找到游标的下一条数据 如果没有下一条数据了呢 直接Exit 退出整个循环 否则的话 有数据我就输出Rodata点Lam 接下来执行 输出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跟我之前的写法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两种写法的区别 第一种写法相对比较简单 声明一个游标之后 直接用个For For一起循环 For变量 Rodata 印 注意它之前的写法 我再写在这里 For Rodata 1 印 C-U-R-E Loop And Loop 好 在这里面去dbmsoutput 点putline Rodata.EmpLam Elem 这是一种写法 我都不需要声明这个Rodata类型 我直接可以使用 第二种写法的话呢 就是要 先声明一个Rodata类型 当然这个变量名随便离奇 但是呢 这个Rodata的数据类型是游标的行数据类型 这个行数据的结构是跟这个紫查询的结构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要open一定要打开这个游标 然后将游标中的每一行记录 复值给Rodata 这是一个路普在循环哈 复值一次 它的游标的指针就前进到下一条 我再fetch一次又会把下一条记录给变量 Rodata 如果我要退出 那么前提是游标的下一行记录是没有的 CUR1百分号NodeFund代表没有找到下一条记录 如果找到了 我就输出 好 这个就是游标的第二种用法 在我们的 PLC口编程中 游标是经常使用到的一种数据类型 因为它非常灵活 它可以从表中得到的是一组记录 而不只是单个的记录 所以它的用途会比较广泛一些 好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PLC口的最后一次课 游标的所有内容 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见